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运动学 运动学是普通物理学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元 运动学里面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物理量 我们先来介绍 第一个就是位移 位移它的定义就是从 一个运动体 它从开始的运动的那个点 叫做它的时点 运动结束的那个位置 就是它的终点 所谓的位移就是指 从时点到终点的一个向量 我们通常用R向量 来表示它的位置 那就从参考坐标的原点 延伸到那个指点的坐标的 这个向量 比如说它的时点 假设是在A点 我们就把这个 从原点到A点的这个向量 就称为时点的位置向量 我们通常用R万向量来表示 那它的终点 假设是在B点 那就从原点到B点的这个向量 我们就称为它终点的位置向量 来我们来看这个图 假设一个运动体 它的时点的 时点是在A点 它经由这样的一个运动的途径 最后跑到B点来 那从原点到A点的这个向量 我们就称为时点的位置向量 我们通常习惯用R万向量来表示 那从原点到中点的B点的这个向量 我们就称为中点的位置向量 我们习惯用R2向量来表示 那把这个OB向量跟-OA的向量 这是-OA的向量 然后得出来的这个向量呢 我们就称为它的位置 我们这个就用R向量呢 来表示 而这个R向量呢 也就相当于是从时点到中点的向量 所以这两个向量呢 是平行的 而且它的量值呢 是相同的 那位置这个地方呢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